CRB结束后 阿德华的计划就是用就业保险EI取而代之 如果不符合EI的资格者 就在CRB的计划下可以获得资助 有专家估计约有200万人受惠 原本杜鲁多政府宣布符合资格者 每周可令400元的CRB 但在新民主党的争取下 这个数额确定提高到500元 也就是每个月有2000元 跟之前的CRB一样 加拿大替代政策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 迈克唐立指出 这个变化体身很少 但实际上有200万人从中受益 不过他表示 相对于CRB CRB仍然可能会使超过100万人的生活 变得更加惨 那些工时减少的兼职工 和在失业期赚了一些外发的人 可能由于总收入已经超过了3.8万元 不能够获得自助 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 从10月11日起 任何处在CRB新领期的人 都可能有资格领导第一份EI 预计中会有超过80%符合资格的国民 会在10月14日收到款项 自从3月份起 有资格获得EI的门栏 已经降至120个小时 阿提华说 通过加拿大服务局申请 收到CRB符合EI资格的任何人 都会自动转为EI系统 若是通过加拿大税务局申领 并收到CRB的人 如果符合条件就需要重新申请EI 至于持有临时社会保险号码的人 以及通过服务局获得福利的自雇工人 都需要重新申请EI 住在亚省爱民顿的韦比和他妻子 在疫情期间都失去工作 失去两人共6000元的收入 他说自己可以顺利继续领CRB 但妻子可能无资格 而且他们每个月的租金1575元 还有超过500元的医疗费 他知道政府也处于财政困难中 但他说当政府说理解民众的艰难事 恐怕都只是隔层沙 只有真正体会过这种生活困境 才知道什么叫艰难